看通胀神器二手大金表 之前我为专家说过 能跑的人通货盆站只有黄金跟房价 现在房价也不行了 所以只有黄金才是真正的看通胀神器 今天收到表继修了一只格拉苏利的大金表 这只表的零件非常的小 有的小的就跟芝麻一样大 非常的费眼睛 为什么万里的眼睛这么小 因为万里天天修表要注意力非常集中 经常眯着眼睛看 所以久而久之眼睛就变小了 成绩合适 我的眼睛也这么大 水汪汪的 这也许就是秋表师傅的一个职业病吧 格拉苏利原创产至德国 德国严谨的工艺品质没得说 这只表除了后晚没有任何其他缺点 它的通体有18K金打造 它的工价是20个 如果就算你现在工价入手的这只表 只要传到你孙子辈 我觉得卖黄金都不止卖20个 这只表是一个双石区的万表 这是一个石区 这是一个石区 这是一个小秒针 这是一个大瑞川 整体旁边的布局非常的经典 非常的好看 而且它双石区功能非常的特别 能够前进或者倒退 打个比方 我们在北京是东八区 哪天你去日本旅游的时候 是东九区 摁一下 这就是日本的时间 或者哪天你有兴趣 去三哥那里找三嫂 洽谈一些事情的时候 它是东六区 摁一下倒退两个 这就是三哥那边的时间 非常的实用 这个机型非常的漂亮 只要看见黄色的部分 基本上都是由黄金打造 包括这个自动锤的边缘 以及平衡快慢的上面的小螺丝 都是明黄黄的金子 非常的豪横 标志性的德系万表的四分之三 甲板以及双额颈微条 简直是美出天际 葛拉苏蒂手表之前 介绍过很多期了 今天呢就不多做介绍 今天主要想说的是 像这只表二手的行情呢 就比它本身的金价 高出那么一丢丢 如果你买这款二手表 佩戴几年的话 不仅面子也有了 后期出售的话 大概率呢 还不会赔钱多么的划算 万里呢 就是带了一只 按金价回收的海鸥大金表 每每想到这里啊 我就非常佩服自己 我不仅是一个修表小能手 而且是一个理财小天才 我们下期再见